缩烫的部分之前都有教过 就是做缩烫 你往后退 就是做缩烫 缩烫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就会是比较平整的 你烫的时候千万要记住 这边烫过来 烫过来 它从正面上完全不会被看见 然后后面的这一区块 烫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会故意 90度下 再下一点点 然后让你的完成之后 它有一点这样弧度 你可以想象 这个后面 就是你们在化 服装化的时候 它是这样 有这样的线条 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整个是水平的 它是有这样的弧度的线条 所以我会在后中心下 故意下0.1 然后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弧度 这样了解吗 很水平 就是180度不好看 下一点点 但是不要产生角度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我会故意 在这个地方再下一点点 然后让它的线条是弧的 好 这个部分 再来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不是有一段在这里吗 好 完成线在这边请注意哦 不要到指点 指点外 指点外 0.2的部分 把这个修掉 把这个角度修掉 然后它就会变成是 好 这样对不对 这个到这儿 然后呢 这样 这样下来 这样下来 这样看懂吗 好 这一块过来 这块过来 刚好在这条线上 然后呢 这边进来一点点 进来 你烫起来的时候 这个角度是不是车缝的转角 这个转角车起来 所以你这一边就不会被看到 正面上不会看到很多同学都是毛掉的 所以你要在外0.2的地方 把那个角度多重叠的缝分修掉 那这边也是一样哦 这边 好 我会把它 我们本来不是剪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请同学注意哦 这边我留 我只留一公分 这边缝分我只留一公分 上去 好 我只留一公分 但是请注意 我会做什么动作 我会把一小段修掉 然后呢 折上来 折上来 这样折上来 它就不会被看见 好 折上来以后 是不是 把它烫好 这边烫起来 顺着外形烫起来 然后呢 这里 是你的重叠缝 烫起来 好 那你等一下 翻上来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这样 这里不会被看见 这里不会被看见 这样了解吗 然后再把它穿回去 再把它穿回去 等一下我会把它穿回去 所以等一下同学 你要给我的做的动作 的第一件事 后面的这个部分 一定要注意哦 它一定是平起的 然后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 下来一点点的弧度 让它有一个浑圆的 然后呢 这个部分 不要让它产生拉扯 后面 针 后中心 然后侧颈点 两针 秀三 这边有领腰高 三公分 要做固定针 接下来就是 转角点 侧颈点 中间再两针 我会先看外形 然后会把你的后面的打开 然后看这个部分 是不是很完整 那同学注意一下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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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一个领片 那这里就是上下 片领 接合点的位置 就所以呢 你的领子做完成的时候 你在正面上 就不会看见任何的 针的位置 那这条线 它是一条直线 领折线是直线 然后这个部分是平整的 这里不会有任何拉扯的痕迹 这样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同学等一下先去处理 保整 我先把它排 我只先画中心线 我先画中心线 然后摆上去 画了中心线 然后先把外袖 这一条 这条线是外袖的中心线 然后呢 我就先写好 这是钱 就是后 先把整个外形都描下来 包含这个也描下来 包含这个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车一个部分 就是假的袖差 假的袖差 包含这个 一公分一公分 这里袖三高是1.2 所以你的袖拢圈也是1.2 其他的都是一公分 下摆4公分 先把这个都先处理好 然后呢 外袖的部分好了以后 就是内袖 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动作 板上面去对好 去对好 然后呢 手肘线 手臂宽的线 通通都把它对好 画下来 画下来 然后连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缝分都是1公分 袖圈的地方 就是 这张弧度是1.2 下摆是4公分 好了以后 我把这个拿下来之后 一样要做一个对合的动作 同学注意看 我现在画的 只有中心线是铅笔 其他的都是消失笔 因为呢 这个车完以后 这个部分 可能你在上袖子的时候 会调整的是袖三弧度 会是袖三弧度 好 那现在有一个注意哦 这是前 这是前 对不对 好 请注意 翻过来 因为它是前面 这是前面嘛 对不对 好 完成线 对完成线 注意看一下 你的完成线在这里 完成线在这里 好 那这两个完成线 对一下完成线 位置对位置 好 把它对起来 好 那你注意看哦 这样 那这条线是在这里 所以呢 你可以用消失笔 把这条线描出来 它的中心在这里 然后你看哦 这样 这个这条线条 是不是很顺 如果是顺 OK 如果不是 要做一下修正 这样懂吗 所以修这个部分 一样 这是这一段 所以呢 这个完成线在这里 这个完成线在这里 它这一段在这里 这一段在这里 所以呢 不是从这里哦 从这里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在讲 礼部的袖子的时候 也是一样 从这个地方 完成线在这里 完成线在这里 因为下半段 这两边是弧线 不可能对着起来 对着起来的是上半段 好 这一段 完成线 对着完成线 这一段 就这一段 完成线的点 就完成线的点 好 对起来 然后你注意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顺 哦 这里 把它修顺 把它修顺 所以呢 我这个部分 就不是在这里了 在这里 所以修了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这个才是对的 这样 所以你这修完了以后 你才去做一个整理 这样才是做修整 纸板 纸板做修整 好了以后 就把它剪下来 那剪的时候 好 同学我先把它剪下来 然后就到 然后这个 就照着这个方式来剪 其他的都一样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 这个没有办法缝分 幸好 都是一公分的缝分 然后就把它剪下来 然后其他的就照着剪 只有下摆的这个地方会不太一样 因为等一下车缝完 它才折的上去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 下摆先剪 等一下我其他的部分 我就自己剪下完到装车子 那个今天我们的小帮手没有来 有谁可以装车子的 有谁有装车子 有谁有带那个缝纹用具 我要装第一部车 有吗 然后冠衣没来 就没有人带那个车缝用具来 冠衣的工具箱在后面 冠衣的工具箱在后面 什么意思 其实他可能没有带回家 真的假的 他的东西全部都在后面 好 那等下 来了 我翻回来 完成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注意看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 这个袖子 整支袖子是往前倾的 这一支是这一个部分的袖子 那它的形状是这样 那同学注意看 你不要弄错位置哦 你就把后面前片都写好 然后接上去 然后呢 我把它翻到背面来 我把它翻到背面来 这里有一个假叉 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假叉 好 那 你车缝的时候 刚才我不是剪完了 袖口反折车过来 好 车的时候请注意哦 在手肘的地方打牙口 手肘的地方打牙口 不要打到底哦 就是剩下0.1 0.2 手肘的地方打牙口 接下来在哪里打牙口 内袖 内袖的这一片打牙口 因为缝粪要分开 然后呢 这一个重叠粪的地方要导向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导向这个部分 所以缝粪探开 是打内袖 看谁打两片哦 不对哦 只有打内袖 所以把这边分开 好 然后呢 从这边这样车回来对不对 那请注意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反折回去 所以在你的完成线的地方都打牙口 4公斑完成线的这个地方打牙口 好打快接近 这边也是快接近 就0.1 0.2的地方 打好了烫上去 打好了烫上去 好同学注意看我这个地方为什么做了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重叠粪吗 所以我在这两个重叠的地方用一个湿针把它做固定 好 然后呢 烫好 烫好 放在烫码上面 把这一个 袖口的部分烫好 烫好就可以把它翻出来了 就可以把它翻出来了 翻好 就是 看一下这个部分 很重要哦 不要剪错了 它就是剪内袖的这个部分的地方 然后它就缝粪式烫开 好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完成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里我会用一支丝针 把这个重叠粪的地方固定好 那下个礼拜来我们才处理呃 绣三弧度 然后上到它的身上 到它身上 好 所以呢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